展览介绍了200多件有关软巢,1802到1945年文学生活的文献,这是一个文学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时期,尤其是在春节期间。 展览分为三个部分,第一部分熟悉的面孔介绍了19世纪、20世纪作家的肖像,第二部分语言的险境,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文学案例, 第三部分自逍遥诗歌,强调了诗歌在宫廷生活中的特殊地位,该展览帮助公众从新的角度了解作家和文学生活, 从而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家,通过每件作品传达的信息。